鄭平安 視憑 詞�挚 沒有問題的話 我代大家看另外一個 不同的賽局 然後我們來練習一下 如何思考 這個賽局的NASH均衡 包括單純策略 包括混合策略 納許均衡 我們現在假設有兩個人 J跟K他們是朋友 或是他們是情侶 他們晚上 就是要一起 出去參加活動 但是因為種種原因 他們就失聯了 或是手機沒電 我大概每天下午到4點半以後 手機就沒電 聯絡就很困難 他們沒有辦法聯繫 但他們知道有兩個活動的選項 第一個是一起去 第一個是去看這個 芭蕾表演 第二個 選項是去看這個 拳擊賽 這兩個人他們喜歡 一起參與活動 有 勝過獨立 勝過各去各的 所以兩個人最後如果各自去到不同的 各自去參加了不同的活動 他們都不開心 他們的報酬都是零 他們希望能夠一起去參加活動 可是在一起的情況之下 J跟K兩個人的偏好不一樣 J更希望我們能夠一起去看芭蕾 勝過去看拳擊 K更希望我們一起去看拳擊 勝過看芭蕾 所以在這個故事之下 J跟K兩個人各自面對兩個選項 Ballet and Fight 他們得到的報酬 是這個表上面所示 那我要問 這個賽局裡面 他有哪些的Nash均衡 這個賽局在文獻裡面叫做 Battle of the Sexes 翻譯成這個 兩性大戰 兩個人約會 但是失聯 各自要猜說 我今天晚上到底該去哪裡 是這樣子的情境 但是我先補充一下 這個情境其實也有他寫實的部分 在真實世界裡面有一類 是屬於很實用很商業很高科技的領域 所遇到的狀況會滿類似這個狀況 是什麼呢 是當新的技術開始發展出來之後 這個新技術該採用怎樣的規格 你可以想像成J跟K是兩家不同的廠商 比方說現在最新的5G的應用 或是新的電動車或是電動機車 它的電池的規格 或者它充電或換電池的方式或規格等等 任何新的技術出來的時候 一開始有不同的規格 如果每一家廠商大家用的規格是不一樣的 彼此不能統一 那針對每一種規格所發展出來的技術 它沒有辦法享受到規模經濟 它的成本是高的 對整個產業都不好 當然會希望最終我們的規格是可以統一的 統一之後很多原件很多做法可以標準化 標準化之後可以量產可以降低平均成本 不同廠商面對新技術 我們會希望最後大家都跑到同一個規格去 可是在初期的時候 你有你的研發 我有我的研發 所以會希望 在我們都走向同一個規格的時候 是你照我的規格做 你會希望我照你的規格做 你會發現 這個廠商新技術的規格之爭 規格的選擇 似乎捕捉到了幾十年前 大家坦約會的兩性戰爭的賽局 所以有時候經濟學蠻好玩的 它的小故事講起來好像很生活 可是它又可以對應到現實當中很嚴肅的一面 在這個賽局裡面 它有哪些均衡 我們看到了 兩個人不約而同 都去到Ballet 這是一個Nash均衡 單純策略的Nash均衡 當我們在這裡的時候沒有人想要轉換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兩個人都選擇Fight也是 還有沒有第三個混合策略的均衡呢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 再加上我們今天時間有限 我請大家練習去用我們剛才講的Best Response Analysis 最佳回應分析法 去把J跟K 去把J跟K 你就假設 J選擇Ballet的幾率是Q P 選擇Fight的幾率是1-P K選擇Ballet的幾率是Q 選擇Fight的幾率是1-Q 選擇Fight的幾率是1-Q 把J跟K兩個人的最佳回應方程式都畫出來 P Q 然後都會在這個0-1的這個框框裡面 大家去練習 把J跟K兩個人的最佳回應方程式都畫出來 然後來看他們的最佳回應方程式有幾個焦點 然後有沒有存在任何不單純的混搭了Ballet跟Fight的混合策略 OK 答案當然是有 但是大家回去自己練習 但是我課堂上要講的東西是 從我們剛才所談到混合策略的一個特性出發 我們在要找一個賽局的混合策略的時候 有時候可以出現速算法 可以省掉這個最佳回應的分析 就是相對比較繁瑣 步驟比較多 去一一的把Ballet respond畫出來的這個過程 有沒有辦法我們更快能夠看出 往左往右的這些做法 這種速算法我就稱它為敵兔 我們直接來思考這個 如果這個賽局當中存在混合策略 有沒有方法可以讓我們很快的來判斷 混合策略長什麼樣子 我們先來看J的問題 我們先假設這個賽局它存在混合策略 然後在混合策略的均衡底下 J一定是混搭了有一個正的機率 J有的時候會選Ballet 有時候會選Fight 剛才看到這個Ballet Ballet Fight Fight 這兩個是單純策略的Nash均衡 但我們假設如果是否存在一個混合策略的均衡呢 在混合策略的均衡底下 J一定是混搭了有一個正的機率 會去看巴雷 有一個正的機率 會去看拳擊賽 當J會有時這樣有時那樣 這時候表示什麼 只要會混合就表示J is indifferent 如果混合策略均衡存在 J會混合B跟F 就表示J對於選B跟F是沒差的 如果哪一個選擇的報酬會比另外一個高 我就選報酬高的 我不會混合 會混合表示indifferent 沒差 indifferent的意思是什麼呢 indifferent的意思是我J 當我選Ballet的時候 我的期望報酬是多少 有Q的機率我得到2 然後有1-Q的機率我得到0 這是我J選擇Ballet的期望報酬 那麼我J選擇F的期望報酬是多少 有Q的機率我得到0 有1-Q的機率我得到1 我會indifferent 表示我選Ballet或我選Fight 我得到的期望報酬是一樣的 所以這兩個期望報酬的數值會相等 他們會相等表示什麼 Q必然等於1 3 不然他們不會相等 但是Q是什麼東西 Q是K 我們在分析J的問題 但是Q代表的是K 去選擇Ballet的機率 我們分析J所面對到的問題 結果最後得到K所面對的選擇 這個機率Q必須要等於1 3 所以Q是這個 Case Probability of choosingBallet 我們就解出來了 在混合策略的時候 K一定是要用Q等於1 3的機率來混搭 他1 3的機率去看Ballet 3 3的機率去看全集賽 我們先把數學計算的部分走完 然後我再來回過頭來跟大家討論 為什麼這裡的邏輯看起來這樣怪怪的 我們再來看K的問題 在混合策略均衡的時候 在混合策略均衡的時候 假設K K也在混搭 他有的時候選擇Ballet 有的時候選擇拳擊賽 K會混搭必然表示K is indifferent 他對於去芭蕾還是去拳擊賽 能夠帶給他的報酬 他自己的主觀判斷 兩者是一樣的 或者是沒差的 K會覺得indifferent 就表示當K選擇去芭蕾的時候 P的機率他得到1 1-P的機率他得到0 當他選擇去芭蕾他得到P 當K選擇去拳擊賽的時候 我們看到P的機率他得到0 1-P的機率他得到2 所以1-P的機率他得到2 K去芭蕾還是去拳擊賽會沒差 表示他去芭蕾所得到的棋王報酬 跟他去拳擊賽所得到的棋王報酬是一樣的 這個一樣就表示了 P必然要等於3分之2 所以我們從K的行為可以得到P要等於3分之2 但是這個P是一個跟K無關的變數 這個P所指的是J會選擇芭蕾的機率 好所以我先把我們的數學算完 我想發展出一個數算法 來找混合策略均衡 假設混合策略均衡存在 而且在這個均衡當中 J跟K都在混搭不同的策略 因為J的混搭行為 我們得到了K所混搭的機率 必須要是3分之1的機率選巴雷 3分之2的機率選拳擊 所以我們從這裡延伸過來 我們第三個納許均衡是多少呢 我們第三個納許均衡是多少呢 對J來說 他選擇芭蕾的機率是3分之2 他選擇這個全擊賽的機率是3分之1 對K來說 他選擇芭蕾的機率是3分之1 他選擇全擊賽的機率是3分之2 這是我們的第三個納許均衡 用數算法 大家回去用最佳回應方程式的分析法 應該會得到同樣的結論 然後你會看到有三個納許均衡 但是我們現在要回來解答的問題是 這種分析方法的邏輯為什麼這麼奇怪 為什麼我在看的是J的行為 但是他最後幫助我解出來的 卻是K的機率 這個是我們現在需要思考的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而這件事情會跟另外一個東西連在一起 就是混合策略裡面的這個機率 混合策略裡面的P跟Q 對應到真實世界裡面 他到底代表的意涵是什麼 剛才在網球比賽裡面混合策略 我2分之1的機率往左發球 2分之1機率往右發球 真實世界裡面 你不會看到球員先丟銅板 而真實世界裡面 你會看到球員在發球的那一個刹那 他已經想好了我這一球要往哪裡發 然後他的整個身體的協調性 他的肌肉的運動 都是配合他已經決定好的這個方向 那麼當你看到J跟K 我們在真實世界看到人 要去跟別人碰面 然後要猜說我該去哪裡的時候 我們大家也不會是真的說是丟一個骰子 或是打開Excel 然後跑一個亂數的函數 然後再決定說 我今天晚上要幹嘛 我們不是這樣做 我們不是這樣做 那所謂混合策略裡面 人選擇機率 然後再根據那個機率分配來決定 他該往左還該往右 所表達的意義是什麼 我簡單跟大家詮釋一下 在Battle of the Sexes 兩性大戰的情境裡面 如果你真的 深至其中 來玩這個遊戲 然後你的對手 你又不認識 然後又沒有跟他有機會溝通 大家的感受會是什麼 感受是很茫然 很茫然是說 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要往左走還往右走 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去這個芭蕾還是去拳擊賽 我很茫然 然後我只能猜 我去哪裡好像都沒差的無所謂 大家不自覺會覺得說 我不知道該怎麼做 我不知道怎樣做比較好 怎樣做對我來講都差不多 當你在這樣的思考怎麼做對你都差不多 所以你就隨便選 的時候 隱含著 你似乎已經假設了你的對手 會是用Q等於三分之一的這個機率 來決定他要去巴雷 用三分之二的機率來決定他要去拳擊賽 如果你的潛意識裡面 你的大腦的生成在計算的時候 不是認定Q等於三分之一 是說這個Q等於三分之二 那你應該很明確啊 你應該說 那我就知道對手比較有可能去巴雷 那我就去巴雷 然後我就很大的機會可以遇到他 那就皆大歡喜 但是當人真的會覺得很茫然 不知道該怎麼選 所以隨便選的時候 背後可能隱含著 如果我們要把這個人的決策 是用一個理性的模型 可以來詮釋 可以來解釋的話 背後他不自覺的已經假設了Q等於三分之一 才會讓他怎麼選 得到的期望報酬差不多 在差不多在一樣的情況下 他才會隨便選 他才會隨機選 才會混搭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的這個Q 名義上算是K選擇去巴雷的機率 但是我們更加可以詮釋成是 J對於K會怎麼選擇的一個認知 這兩個概念是可以切換的 名義上我們講混合策略 要說K用Q的機率去巴雷 可是真實世界K並不是 並不是拿出一個機率出來 算然後丟骰子來決定他要去哪裡 並不是 而我們混合策略的這個模型 這個概念真正要捕捉的是 我們很多時候在做決策的時候 我們對於別人會怎麼做 我們是不知道的或是不確定 然後當我J在做選擇的時候 我面對這樣的不確定 我面對這樣的不知道 我面對說我就隨便選 其實就隱含了我J裡面的認知 是我的對手 大概就是Q的機率去巴雷 1點Q 3分之1的機率去巴雷 3分之2的機率去拳擊賽 才能夠合理化 我對於我的兩個選擇 該怎麼選 覺得都差不多這樣的狀況 所以這個Q 一方面是K's probability of choosing ballet 另外一方面我也可以把它詮釋成是 J's belief about case choice 另外一方面我可以把它詮釋成是 J對於K的行為所形成的認知 跟形成的預期 OK 我不太知道他會怎麼做 但是我彷彿就認知 我預期到他會有Q U等於3分之1的機率是選巴雷 3分之2的機率去選這個 拳擊賽 然後這樣子才能夠對應到 才能夠合理到 我J最後是 有可能 我可能會混搭 巴雷跟拳擊賽 這樣子的混合策略的行為 同樣的情況 也運用在這裡 當我們分析 K會採用混合策略 他怎麼做都沒差 或者他不知道該怎麼做的時候 其實反映了 P等於3分之2 一方面是 J去巴雷的機率 但是我們更可以把它詮釋成這個P 是K Case Belief Case Belief About J's Choice 是我K 對於我的對手J 會怎麼做 所形成的一個預期 然後我預期他 選擇巴雷的機率是3分之2 就如此類 然後才可以合理化 我K會混搭 巴雷跟拳擊賽 時間的關係 我這邊先停在這裡 從這點出發 可能他會有一點弔詭 大家想的時候 有可能會腦筋打結 那我們下個禮拜 先照時程來安排 我們這學期唯一的一次考試 那在考試之後 我會更深入的 再跟大家討論 混合策略 他所代表的意涵 我們該怎麼詮釋